首先恭喜周深获得2024 WMA微博音乐盛典年度内地男歌手 建议大家去找一下这个盛典的范拍看一下台下的周深 简直太欢乐了 而且周深为生米以后演唱会挥动荧光棒做了示范 大家以后按照这个来啊 台下的周深的真是不做作和好友玩到飞起 别人正经微作 深深像是来和好友聚会的皮孩子 表情猙獰的把荧光棒都抡出火星次了 台上领奖的周深真诚感恩 他感谢盛典让自己能和那么多前辈音乐人见面相聚和学习 感谢微博见证各种人生片段 更感谢生米和背后的每一个老师 感谢每一个听过他唱歌的人 深深好友25日微博发文为周深演唱会打扣 原来宋雨琪也去了周深北京演唱会 博文说第一次见深深就聊到梦想 说以后去鸟巢开演唱会 现在你真的做到了 超级的骄傲式的周深做到了 而这只是起点 还说每次录节目深深都在很紧张的练习 对流程 想一些细节 一直在想为粉丝还可以做什么 真的真的很用心 突然想到真诚是无法表演出来的 是发自内心的 这也是每次都会有大量的路人 被深深感动和圈粉的原因吧 还有网友晒出了王萌和周深在演唱会的合照 原来萌主也去深深的北京演唱会 有网友调侃 一个是眼睛是齿 一个是歌声是齿 哈哈也是很费气了 小卷 我给你超级的 常开阶 明天 感谢观看